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週一到週五 晚間8點鐘的 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我是一沛 我們今天來到了初七了 所以我們今天 應該說明星新春料理PK賽 請到兩位來賓一男一女 但是他們今天雖然是初七 但是我起氣洋洋 感覺好像初一在拜年一樣 我們歡迎可彤 哈囉 大家好 新年快樂 我覺得可彤已經很紅 旁邊這位不得了 她應該是人生最紅的服裝 拿出來穿 歡迎小馬哥 大家好 新年快樂 繼續拜年 再來歡迎的是我的好朋友 果然跟我還有很多默契 我們都穿粉紅色的 歡迎我們的營養師 劉怡玲營養師 哈囉 大家好 開始要慢慢來減肥喔 要減肥了 因為已經來到了初七 大魚大肉應該已經吃得差不多了 對 該胖的有肥了兩圈 游泳圈的應該都差不多了 水餃上鍋應該吃了1600多體 不要這樣 不過我覺得小馬哥 你這越來越瘦 你過了一個年 初七了你也沒變胖啊 沒有 因為我新年有新的計畫 什麼計畫 新年新的計畫就是 增高 對 漂白 怎麼這麼難 新馬哥應該 沒有 我開玩笑看一下 但是因為都有 持續的運動 有運動 而且我對飲食稍微是 自從認識以臨之後 我對飲食有特別注意 你跟他原本就是認識嗎 認識在別的節目當中 如果我聽他 聽他講他那個專業 就飲食的分配等等之後 我覺得 好像確實有點道理 對 然後就試著做 其實呢 加上一點點運動之後 自然而然體重就往下剪 而且是剪幾 而且他剪的時候 其實你看他是很精神的 是 是不是 對啊 是不是 因為你之前做了12年的外景節目 在大江南北也吃吃喝喝 雖然我常看你 在吃一些不是人吃的東西 對 但是我不吃人吃的東西也會變胖 那個 因為裡面很多的怪東西你知道 好像沒辦法 就說吃一些 蟲幹嘛的 那個蛋白症 我跟妳講 我吃蟲算是台灣演藝圈裡面 吃蟲有達人 對 連唐蟲症看到我都嚇到 蟲蟲都看到 小馬來了 不得了 快閃 不要吃我 不要吃我 對 所以你 好遍大江南北 好不容易卸下主食飯 好好休息 所以應該是說 一卸下主食飯馬上就變瘦了 也沒有 因為我在那個 我主持外景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是滿頹廢的 放棄自我 有嗎 對 我就因為亂吃 然後就覺得肚子很大 然後覺得說這樣看我扳 後來發覺不是啊 我本來就是一個 可以當偶像的人 不是... 你這樣講我就想要反駁 我要反駁你 你是偶像出身的人 謝謝 不是說什麼 我是可以當偶像的人 你本來就是偶像 謝謝 謝謝你聽到這種吉祥話 生日快樂 真的快生日快生日 對...在五天之上 你生日馬上的9號嘛 對... 所以我就說 你主持了之後卸下主食飯 然後後來就很勵志想說 我真的要好好的來健身 其實是為了健康啦 對 然後我結婚之後就覺得 結婚之後就更有責任感 就覺得你身體的健康是最重要的 要不然的話你身體的健康 對啊 就開始運動 你就跟我太太每天晚上 只要走1萬步 我們就是公園 就走 我想問姨黎 1萬步大概走到哪裡到哪裡 你才1萬步 一整天就是要整個 一整天是1萬步就好了 不一定要集中在同一個時間 不過我先跟大家一個數據 大概一般上班族走路 一整天大概就是3千多步 走路很重要 那可彤呢 可彤你新春都在幹嘛 新春在吃東西啊 還在幹嘛 看得出來嗎 Model B都不能進去 可是就是過年都會有一點點 就是放輕鬆 因為我是屏東人 所以過年我們都會回南部 然後回南部 就是覺得這些小吃就是 你想念了一年 那等到你回去的時候 你就要認真的把它吃一輪 屏東除了大家都講的 萬鑾豬腳之外 到底有沒有什麼小吃是推薦 因為你現在初七 也許有人還在休年假 去屏東走走 有沒有什麼可以推薦吃 其實我們回屏東的時候 最喜歡的是去屏東夜市吃東西 然後有清蒸的霸丸 清蒸霸丸不是髒花的嗎 髒花的是炸的 我們是清蒸的有瘦一點點的 我們最好啊 美豬血湯 然後 對 很好吃 然後還有什麼呢 我們還有滷 這有點不健康 就是一個很好吃的 叫豬頭排骨飯 然後那個排骨是炸完之後再滷 非常不健康 可是還是很推薦 非常好吃 沒有偶爾嘛 對啊 一定要吃一吃 然後還有扇頭牛肉火鍋 哇 還有 它那個是溫體牛 扇頭牛肉火鍋都是蔬菜 熬煮的湯 然後溫體牛直接陷氣 然後汆燙做的 粉紅色直接現吃 就像你們身上的顏色 我就直接就吃了 就直接就吃了 我跟你講 這初七你不要吃的 我們算你一大一大 還是覺得好想吃 然後有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每個人 都在屏東都會去吃萬鑽豬腳 可是其實離港豬腳也非常有名 就是在地人喜歡吃離港豬腳 離港豬的地方嗎 地名 對 然後他們的豬腳 是水煮的 清燉的 所以比較清爽一點 然後一樣是沾那個蒜頭 蒜蓉醬 蒜蓉醬 我一直以為說 平常換完豬腳 只有那個煙燻過的那種 就是滷過的那種 所以其實 還有水煮的 清燉的 道地的是應該要吃 離港豬腳 那離港豬腳 它是用清蒸的話 它是比較白色的 白色的 對 然後它會配那個混沌湯 還是說你家是有開店的 沒有開店 現在是要進一步行銷 還在念配 不是 重點是 清燉豬腳配混沌湯 也太詭異了吧 不會 很配啊 從頭到頭都是這樣子吃的 清燉豬腳配混沌湯 混沌湯應該是要配 乾液麵吧 對 它也有乾液麵 再來個燙青菜 它有乾液麵 然後還要有那個混沌湯 然後再配豬腳 豬腳就是我們的小菜 沒有 因為它是豬腳湯 應該是豬腳湯吧 沒有 是清燉的 對 滷好的 不要跟他在地人 不要跟他在地人 他說的是對的 所以你們搭 他是在地人 他說離港 屏東要去吃離港豬腳 如果大家有空去屏東走走看看 配混沌湯 對 那你們家都吃什麼 我們家比較特別 因為我們家是一個混沌 對 就我爸爸是外甥人 媽媽是客家人 所以我們家呢 這個過年時間呢 一定有一些大菜 那我們有一些習俗 例如說中央一定要有魚 但是魚呢 魚 就算一條魚 你一天只能吃一點點喔 你不能吃完就年年有魚 對 現在這個時代還會有人 對 然後呢 我們家的習俗就是一定要包水餃 然後水餃裡面要放銅板 我們家也會包水餃 一元不食 要放一個一塊錢 大家一塊錢要洗乾淨啊 要看誰吃到 然後那一年就會發財 然後呢 以前呢 傳統的時候還要吃法菜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是一整大盤的水餃裡面 只有一個是有包錢 只有一個 真的包錢 真的包一塊錢 就是一塊錢銅板 我們家也會這樣子欸 會不會中毒啊 銅中毒 對 所以 我中心會吃太多之後 都中金屬太高 就把你掉了 不是這個意思啦 就是說那是一個外省的 而且 但最主要是 我覺得過年要有個氣氛 除了說穿了很喜氣 新衣服 對不對 要放鞭炮啊 但是過年的時候 我們家裡面的傳統是 一定要跟父母親磕頭 而且我們是放墊子喔 父母親要先說吉祥話 然後跟他磕完頭之後 父母親又給紅包 所以到現在 你長這麼大孩子 現在就沒有在磕了啦 因為我爸也在上面 沒什麼好磕 對 但是就是說 那個其實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傳承 如果未來我將有小孩 未來就要磕頭 因為那是傳承嘛 對 那我們剛剛竟然提到 豬腳麵線 豬腳麵線有沒有什麼營養成分 有啦 其實因為豬腳麵線 一般人會覺得說 好像很肥對不對 就好耶 但是事實上呢 因為豬腳呢 它其實最有營養價值的 就是在那一塊皮 因為那塊皮的話 膠質 對 是膠質 確實它膠原蛋白很多 可是皮連著的那一塊肥肉 只要把它去掉的話 其實油脂就可以少掉一半 皮連著的那一塊肥肉 你是說皮 然後這邊是肉 中間會有那個白白的那種嗎 對 那把它刮掉 那你覺得最好出的 其實有點像是你去吃湯麵 你不是會叫豬皮嗎 他們都會把那個其他的油脂 都把它刮掉 那剩下那個豬皮 其實就是膠原蛋白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吃豬腳的話 你又怕太胖 因為開始要減肥 要當板了 總不能會去讓它 大家都不認識你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就是可以吃上面的那層皮 然後中間的給妹妹 或是弟弟吃 對 給瘦的 給一些瘦的人吃 我們女藝人不是 然後再來就是麵線 麵線是長瘦 所以其實老人家都會 在這時候吃到麵線 可是基本上面線 它在本身還沒有下鍋去煮之前 其實如果你有去嚐它的話 它其實真的比較鹹 有一點味 對 鈉含量比較高 那它是在所有麵條裡面 就是說因為鈉含量最高的 它是再製的東西 再製的 所以其實在煮的時候 等一下可能有一些技巧 比如說你可以先燙過啦 甚至於如果你真的吃到麵線 因為你會喝湯 有個人才會喝湯 那你在喝湯的當下 你可以多加一點綠色的食材 高甲的食材 比如說像如果說你可以燙一盤 綠色的花椰菜 或空心菜 或用青江菜或是一般的菇類 其實都是屬於高甲的食材 可以把那些多餘的鈉把它 把它代謝掉 所以我們掌握的原則是說 只要吃高甲的東西 可以代謝鈉 代謝鈉的鈉的部分 對 所以像童蒿也是 童蒿也是 童蒿就是現在當令的嗎 對 當季當令的 是高甲 不是狗吃的 不是高甲喔 是高甲 今天是過年 是不是高甲 高甲的食材 你說童蒿還有什麼 童蒿啦 然後綠花椰菜啦 或甚至於芥的菜其實也不錯 有絲瓜 然後菇麥也不錯 沒有絲瓜 沒有絲瓜 對 但是它其實是水分多的 也可以把它排水啦 也OK啦 好 了解 那如果麵線 如果大家要拌麵線 很多人拿豬油拌麵線 來拌那些 麻油 豬油 真好吃 你應該會跟我翻白眼 應該會一路胖到 出食物 對 可能不一定 少一點 真的要少一點 因為你本來就已經有吃豬腳 他本來就動物性的油脂了 對 所以我們建議現在 以前古代就拌那個苦茶油 茶油嘛 麵線拌茶油 然後加豬腳比較健康 對 今天竟然提到的豬腳 聽說兩位今天都要拿豬腳來PK 真的 我真的很厲害 拜託 妳們怎麼會叫我跟他PK呢 這我勝之不武啊 為什麼 妳怎麼可能會做菜 妳開玩笑人家久病成良意 我是久吃成良廚 問題是你都吃一些蟲 不是不是 我就不是只有吃蟲 我吃過這個也有很好的料理 然後你涉獵得越多的時候 發覺做菜是邏輯 它有一種做菜的邏輯 有一個鋪陳 手法 那我覺得你很優秀耶 因為我覺得你吃了之後 你知道做菜的邏輯 因為你吃遍大腔南北 你知道我們上次來一位女藝人 叫謝忻 她也是吃了大腔南北啊 然後她每次去出外景 她吃了就忘了啊 她一道菜也不會 她連糖跟鹽都燉不出 她在外面煮杯的時候就一直大叫 妳怎麼辦 怎麼辦這樣子 對啊 所以你真的是很優秀 我以為你不會做菜 我會啦 真的喔 我小時候耳濡目染 因為我媽媽我幾個都會做菜 我爸爸都會做菜 可同今天既然豬 豬腳應該是妳的強項 妳是屏東人耶 妳要拿什麼來應戰 我非常有創意 我不是隨便滷一個豬腳 來給大家吃 我覺得我的很 因為今天營養師在 所以我覺得我的又好吃又健康 我真的不贏真的是不可能 而且一定就是名模等級吃的 而且你看看我 我那麼瘦 那麼愛健康 又那麼會吃 我一定也很會做菜 對 真的嗎 是不是 有沒有 OK 好 我讓妳講 好 所以今天可同 要搬出什麼豬腳料理應戰呢 所以今天可同 要搬出什麼豬腳料理應戰呢 絲瓜豬腳麵線 絲瓜通常是搭蛤蜊 所以就是讓它有創意 而且你看這個有一點油油膩膩的 絲瓜非常清爽 然後絲瓜這個香味 又可以讓麵線更有味道跟甜味 然後我們吃肉 有一點澱粉配點蔬菜 perfect 我覺得妳真的 沒有 我覺得這個是創意料理 因為通常我們如果 絲瓜跟麵線上面會打一顆蛋 絲瓜跟麵線上面還會打一顆蛋 就是絲瓜煮麵線 然後煮湯的上面再打一顆蛋 很好吃耶 真的 妳有吃過這樣子 有 我常常在家裡煮啊 所以妳現在是把絲瓜麵線 然後跟豬腳 我等一下會用一個不同的方式 組合給妳看 現在是先就是賣個關子 會有這三樣東西 這是屏東在地來的 對 厲害菜 剛才剛才她前面有講 她也有創意 對 很有創意啊 我真的不敢翻我的牌子 某某某 因為我這 如果是妳那個叫做有創意的話 不然我這就是天意啦 對啦 那我們來看看小馬哥是什麼 2017 愛的主題曲 這個我看不懂 妳不要以為取一個厲害的名字 什麼愛的主題曲 主題嘛 對 愛的主題 因為2017我們都要帶著愛 然後妳要做菜的時候 妳要不要看廚神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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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神有沒有 對 要有愛 對不對 黯然消滅 所以要用愛心 那我的東西呢是中西合併 我用台灣的滷豬腳的方式呢 加上焗烤 而且我用的是 義大利的巴塞米克醋 還有紅酒 還有加上一點風薑 為什麼呢 因為我去德國吃豬腳 德國豬腳一定要配酸菜 所以你一定 你會覺得說酸菜是帶著酸味的東西嗎 所以你加上醋 但醋如果說你用台灣的什麼公園醋 等等這些話 我覺得就不夠稀釋 那義大利的國寶醋呢 它在北義地區 那個地方出了一個醋 叫做巴塞米克醋 非常厲害 非常好吃 那個加一點點下去之後呢 那個又甜又酸 你只要出了一個 我不覺得 然後我們不覺得 因為我們過個中國年 吃什麼外國東西 要吃吃宅賊 宅賊才新鮮 國際觀 不要只待在屏東好不好 就要國際觀走出去 要走出去 然後就加上 我們裡面也是用麵線 但我們麵線選用橄欖油 好怪喔 我用橄欖油下去 根本就不敢想像 也不可以 但是我覺得你這個唯一 會讓我們初期 也是繼續胖死的 就是焗烤 你有沒有看下乙黎的臉都變了 我跟你講 各位 各位 不要誤會 其實起司不一定會讓你發胖 你哪裡來學到的道理 你哪裡學到的道理 我實在 實在經驗 真的嗎 因為我真的吃了起司 我常常喝紅酒配一點起司 然後鵝肝啊 配點起司 鵝肝耶 那是因為鵝肝 脂肪好高喔 對 但是起司 我覺得你只要懂得吃起司 它其實不是每一種起司 都會讓你發胖 一個是在地有沒有 屏東 一個是中心 國際咖 一個是在地咖 一個是國際咖 馬上來進入我們的明星新村料理 PK賽 加油 好 可同現在先要來幫我們做的是 絲瓜豬腳麵線 感覺是一道有膠質又很清爽的料理 而且它很健康 而且長得很漂亮 就跟我一樣 真的 可同長得像豬腳 乖 因為我一直對不到鏡頭 這一雞 那你要用的是什麼食材呢 豬腳一枝 麵線山樹 絲瓜一條 蔥五枝 薑五片 蒜頭八粒 這邊 八角兩顆 糖三匙 醬油一杯 麻油兩大匙 那做法要怎麼做呢 好 告訴大家 大家認真學喔 因為這不管是親朋好友來家裡 男朋友女朋友來家裡都很適合做 對 那先熱油 然後先把蒜頭 放進去 對 然後爆香一下 然後再放薑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步驟 然後也爆香一下 再放蔥段 所以是蒜頭先 對 薑 蔥段 然後最後放八角提味 八角你只有兩顆OK 其實可以再多顆一點 對啊 因為可能剛剛被我用太多 在那後面 等一下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好 然後炒一炒之後呢 就把汆燙過的豬腳放進去 所以豬腳要先汆燙 對 對 再放進去拌炒 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好 它會像這樣子 炒完之後呢 你都炒完之後呢 我們都要加入一點點醬油 然後糖 對 然後再把一杯水倒進去 然後可以再多一點點 可以稍微醃過這個豬腳 要蓋過豬腳 至少要讓它有點上色的感覺 對 然後炒完之後 其實我們可以放進電鍋 直接在電鍋裡面蒸 然後鍋外放一杯半的水 這樣比較方便 就可以去做別的事情 對 對 就是豬腳的做法 起來之後會像這樣子 好漂亮喔 真的跟妳長得很像 妳很過分 妳看 皮膚的光澤是不是滿像的 以後妳就可以說 我的皮膚顏色跟乳豬腳一樣漂亮 你要不要現在吃一下 我可以幫妳處理 等一下 好 我是很熱情的屏東人 好…來 好 接下來重點來了 大家可能以為這樣滷好 就要上桌了 這太普通了 我們必須把它處理成這樣子小小的 怎麼處理呢 妳可以用刀 妳也可以用剪刀 對 妳直接拿剪刀來剪如何 好啊 就是像這樣 然後妳在除的這個過程 妳就可以 營養師有說白白的地方比較胖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肉剪小丁 小心喔 可是那個白白去掉之後 我們白白要丟到哪裡去 爆成豬油嗎 那這就是豬油 豬油啊 對啊 就可以少一點點那個肥的東西 變成這樣子感覺很像是 我們滷肉飯的上面那個 對啊 可是這樣子吃的時候就很方便 就很… 不會需要啃那個骨頭 也對 我們就可以很秀氣的吃 所以如果真的是有客人來家裡的時候 或是妳覺得 妳想要表現妳的創意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發揮的菜 那我們去萬卵點豬腳 可以跟老闆說去骨嗎 可能還會打死妳 沒有啦 不是啦 因為他們生意有點太好了 麻煩就是 倒沒有空洞去骨 自己帶把剪刀 然後像小孩子一樣 妳可以這樣把它剪 好 把它剪成一塊一塊 好啦 這樣應該會了 要不要試吃一口 好 這個我覺得不賴 我覺得不賴 要不要試吃一口 大方一點給妳們大一點 好吃耶 姊姊如的豬腳很好吃 妳等一下不要學我 沒有試吃喔 加分 加兩分 對 不吃一皮的部分 好吃喔 接下來就要處理麵線的部分了 對不對 然後麵線呢 水滾之後呢 先把它放下去 然後要記得妳要 因為我不要讓這個麵線 到整個熟透 因為我等一下要讓它跟絲瓜 一起清蒸一下 通常麵線這樣把 丟下去的話 大概燙多久就熟 大概兩三分鐘 大概兩分鐘就熟了 對 所以妳大概一分鐘 就可以撈起來了 就這樣 然後呢 妳真的很愛吃耶 絲瓜絲瓜 絲瓜切成這個段之後呢 妳把上面畫一個十字 然後旁邊稍微畫一個圈 然後這樣湯匙 把它挖空 因為我想要做一個絲瓜粥 對 所以妳剛剛是拿一個圖文不符的圖出來啊 對 因為我想讓大家知道那麼多事情 看起來比較有創意啊 對 看起來有比較創意多了 要有點創 嗯 絲瓜看起來就好想吃喔 絲瓜 真的嗎 這個絲啊 非常的香 然後混合這個麵線 對 真的 我們可以把麵線撈出來了 好 差不多 漂亮啦 好 把白包做 彎掉 好 把它撈起來 然後我要組合給大家看 好 麵線稍微燙一下就好了 對 半熟了 然後呢 這個中呢 有一點點深度 對 我們就先把麵線放進去 沒有... 講錯了 麵線要拌一點這個麻油 對不對 讓它有香氣 不要忘了 對 如果用苦茶油代替會更好 對 更好 對 自己都覺得好 天啊 這個麻油也太香了吧 是... 好想吃喔 台灣就有這麼好的麻油 還有我要去義大利買那什麼醋 對啊 什麼巴沙米克 也太奇怪了吧 而且叫我們這些家庭主婦 要去哪裡買什麼巴沙米克醋 OK 我喜歡 我最喜歡的地方是屏東的離港 對 我超愛那個地方 不是 台灣就有這麼好的苦茶油 我們何必去用什麼義大利滴 到什麼出炸橄欖油呢 對啊 真是的 有的人就是莫名其妙 捨盡求怨 對啦 我覺得這是我行腳節目的職業傷害 好 塞進去... 而且裡面線真的不能太大的坨放進去 不然吃到會跌到 對不對 就是剛剛可能我稍微把它剪 剪小段少 很期待等一下大家吃到那個 香甜的絲瓜 絲瓜 絲瓜 麵線的感覺 其實那個絲瓜挖起來 其實也是可以放進去蒸對不對 對啊 一起蒸 一樣都是那個豬腳 你把那個剛剛姐的那個豬腳 塞進去 塞在上面 塞好塞滿 做到好做到滿 對 這樣子有感覺外面大廚在做 有沒有 厲害 然後是不是也很簡單 然後就放進電鍋裡面蒸 大概10分鐘 讓我讓大家看看 10分鐘大概是半杯水就OK了 對 讓我給大家看看做出來的樣子 很美說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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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端上桌 我覺得這端上桌的話 就是很有面子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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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端上桌 我覺得這端上桌的話 就是很有面子 可同這道料理 比剛剛照片的更漂亮 真的 而且有創意 有...我有點嚇到 對 調味料也少啊 你可以因為它其實 本身竹腳它就已經有滷了 對 那麵線我剛剛提到 你找到麵線的料理 基本上我們都不要放鹽 很多人他會那個煮麵啊 或什麼他會放鹽巴 那麵線本身鹹 就不要放太多調味料 然後另外這一道真的是 創意料理 而且我覺得它的創意是有健康的喔 健康 因為通常竹腳麵線 加什麼菜都很怪 對啊 你會不會覺得 就是百思不得其解 到底要加什麼菜 那它今天可同的地下 它把它放在外面 對 所以如果今天初期你要減肥 我覺得這一道 你又忘不了過年的大魚 這種想要吃這種很好吃的 可以把過年資深的豬腳 綜合一下 對啊 而且過年 其實家家戶戶都會有滷蹄膀 對 而且它其實滷蹄膀 它雖然豬肉可以放比較久一點 我現在拿出來 趕快把它處理一下剛剛好 因為有時候滷蹄膀 每次到了什麼初五 初六 我媽就一直逼我吃 你知道 一直加熱 一直不斷加熱 然後一直逼我吃 所有人都沒人要吃 最後都是他自己一個人停掉 那你不如把上面這樣剪一剪 剪一剪 是不是大家會有頭膽 對 剪一剪 把這一段剪掉 不是 它是好好的 家家戶戶的媽媽都很可憐 他可能是把油脂都去掉了 對 然後另外你的絲瓜 其實膳食纖維很多 如果你這樣吃的話 其實你這一餐油脂的吸收率 就會降低 謝謝 妳這一段 妮莉 妳這段完全是讚美 因為她是讚美 真的 妳是收了多少錢 那我就不知道妮莉 等一下會不會讚美小馬哥 接下來小馬哥這一道 中西合併的這個什麼 2017創意主題曲之類的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小馬哥要怎麼做呢 好的 接下來輪到小馬哥要登場 2017愛的主題曲 就說是中西合併的 來 看一下食材有什麼 包括了有豬腳蹄 米酒 醬油 糖 紅蔥頭 來囉…西式的來了 紅酒 巴薩米克醋 楓薑 加拿大都來了 奶油 麵線 還有滷酪絲 我好難想像麵線跟奶油 還有蜂薑會混合在一起 我告訴妳 連我也想不到 真的 所以才叫創意 真的 我覺得人要大膽的突破創新 我去過 訪問過一些 有創意的料理餐廳 他們常常用的不同的食材 去搭配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超級的創意 如果沒有這樣去試驗的話 你怎麼知道不能吃 但是你知道 有時候我們去過 有一些雷的餐廳 一些創意料理 創意出來就覺得說 他就只有創意而已 就是他們有兼具美味 對啊 但我相信你這道應該還不錯 我覺得我是基本上 按照邏輯來分析 真的喔 我剛剛說過德國要有酸菜 所以你就要用巴薩米克醋 去解決醋的酸味的味道 那一般的滷豬餃 我們台灣的醬油都微甜 所以你看加了一點糖 所以是不是就是有點甜的感覺 對 你是用那種 他是用響的 用邏輯去響 等一下 這是我們兩個 等一下 這是我們兩個 大年初期的 對啊 不要講醫院了 對啊 不要講醫院的事情 喂 好 就是努力把它做好吃 努力做好吃 好不好 我就來示範一下 很簡單 我們等一下也會用表情 告訴大家說 這一道你可不可以在家裡試試看 沒問題 好 怎麼做呢 一定要有豬蹄嘛 那豬蹄我們當然是應該用這個水 把它汆燙過後 對 我們現在有汆燙過後的 我先把這個呢 就把這個豬蹄 豬腳 把它倒到甜點鍋裡面去 是的 接下來呢 馬上 我們先加第一個呢 先把米酒給它醬下去 到目前為止看起來都還是很重 是 然後呢 加上一茶匙的醬油 醬油 來 好 太多了 然後呢 再加上水 因為我們要有點燉湯 對 水 大概一小個水杯就可以了 是 然後最後呢 再加上一小茶匙的湯 不要太甜 現在馬上有來一點湯 OK 然後加一點湯 好 就這樣子呢 我們把它稍微拌炒一下之後呢 鍋蓋給它下下去 讓它裡面呢 產生一種燉豬腳的感覺 對 就把它先放到一旁去啦 那等到它燉熟了之後呢 我們這邊已經有把它燉好的豬腳 是 好不好 我們就把這個豬腳呢 拿過來 所以你是水滾了之後 然後再轉小火就對了 對… 把它燉到它有入色嘛 因為醬油剛剛會把它套色 所以它滷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跟剛剛可彤有點差別 因為可彤有加大蒜 然後它還有加八角薑 就是蔥薑蒜那些 就非常的台式嘛 對 那我把它在第一道手續當中 去掉這個大蒜跟八角的部分 是因為我第二道有放紅蔥頭 對… 好 所以 很香 很香… 對 那豬腳滷完之後一樣 我也不知道我們是有異曲同工吧 我們其實是滿貼心的 你幹嘛學它啦 不是學它啦 老人家如果牙口不好咬這個會很困難 對… 牙口不好咬這個很困難 我們就把它貼心一點 這個… 可以… 我們就把它這個豬腳 豬蹄的部分 肉的部分把它去下來 叫老人家等一下方便吃 外面有些滷豬腳 你看它顏色那麼漂亮 對 它會把糖用成冰糖 然後加一點麥芽糖 而且我還有外面還會 對 麥芽糖 滷出來那個顏色會更漂亮 非常漂亮 我之前滷豬腳還加可樂 對 可樂滷出來也超漂亮的 它的顏色會很漂亮 所以它就是一樣的邏輯 因為可樂裡面就是有一些甜度 對… 然後我們就把它叫它 一樣是切丁 有點焦糖化的意思 對… 如果你們兩個開餐廳 我一定要去你們兩個餐廳光顧 你們都好貼心喔 就切丁 我們就不用那邊肯來肯去的 對 我覺得這樣很好 因為你知道我們年紀 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家東的長輩就越來越年長 對… 你真的要替他們多想一下 好 豬腳滷完之後 接下來什麼步驟 接下來我們選用的是用奶油 來了 稀式的來了 對 稀式的 一點點奶油 因為我很喜歡 我非常喜歡吃鐵板燒 對 我覺得鐵板燒呢 各式各樣的鐵板燒的料理裡面 不管蝦子 肉 用奶油來拌炒或海鮮都非常好 然後我們放上紅蔥頭 紅蔥頭你在下鍋之前 先把它拍一下 你不用切到碎 把它拍一下 讓它味道出來 不是 我覺得小馬哥 你這道太有創意 把它放下去 常常奶油就是要加蒜頭 你用奶油加紅蔥頭 紅蔥頭 創意的還在後面 然後後來呢 我好想知道這道料理的吃起來味道 好像我真的無法想像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放上紅酒 我們的紅酒也是來自於國外的 紅酒 好奇怪喔 澳洲的紅酒 我們倒了一小茶匙 紅酒喔 對 讓它有一點酒香氣 是 有沒有聽過紅酒燉牛肉 有 我以前也用黑啤酒來燉蝦 也很好喝 也很好吃 黑啤酒有點醉蝦的感覺 是…然後再加上呢 我們這個來自於北邊 北方的義大利 北方義大利 對 Mon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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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巴塞米克醋 OK 這是被他們國家有保護的 有特別來規範它如何釀造的 對 然後加上巴塞米克醋 加上去之後呢 最後我們要倒到一點 豐漿 豐漿最主要是讓它顏色更漂亮 來自加拿大 Canada 對 加拿大 加拿大 豐漿 好 倒下去 豐漿就是在取代 我們傳統中式的麥芽糖 麥芽糖 You are right You are totally right 可是它剛剛已經有用砂糖 它現在又用豐漿 因為砂糖的顏色在淺褐色 豐漿上去又會更加上色 好 這樣等它有點在起泡的時候 等它有點在起泡的時候有沒有 趕快把我們剛才切好的豬腳丁 豬腳放下去 放下去 然後一樣是炒 炒香 炒香 有沒有聞到香味 有… 聞到香味了 真的有 香味完了 有沒有很香 蔥頭跟那個搭起來真的很奇妙 有沒有聞到一點酒香味 有… 這一種難以形容的味道 好 酒香味 OK 好了之後呢 各位 不得了了 我們現在趕快把它放一旁 放一旁幹嘛呢 我們現在要把我們的麵線 剛才麵線我已經做好 但是我們這次的麵線 我們要用水燦燙完之後 我用的是橄欖油 橄欖油 對 麵線放橄欖油 橄欖油放下去 是 放一下橄欖油 然後我們把它拌一下 對 拌一下之下我們 我們就準備要準備器皿了 好 今天因為是焗烤嘛 我們就要用 我聞一下麵線拌橄欖油 是什麼味道 還是很香啊 就是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味道 比較清淡 比較清爽一點 對 應該拌個苦茶麻油之類的 對 苦茶麻油 這滿特別的 但我覺得非常特別 沒有啦 我覺得橄欖油 橄欖油加上醋 你看一般我們在吃番茄的料理這樣 對 加上橄欖油 加上點醋 或是你沾麵包 其實就很好吃 橄欖油很像 好 現在放上去之後 我們現在要把我們剛才 拌好橄欖油的麵線 放到器皿當中 我們把它鋪一下 好酷喔 鋪一下 這個真的有點像取代義大利麵 對 它就把麵線變成義大利麵 而且過年這時候麵線剩最多 超多的 拜拜都沒有用 前面拜拜 然後都沒有用對不對 一直到初期 一定要趕快消耗這個麵線 然後我們把剛才 第二道手續炒好的這豬腳丁 放上去 把它分佈均勻一下 讓每一口吃到的時候 都有豬腳一塊一塊的 有 這樣有做菜 有在做菜才會知道這件事 要把它平均分配 好 我們鋪完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放上我們的乳酪絲 因為這是為了要焗烤要用的話 焗烤義大利麵 這真的是 就是裡面有豬腳跟麵線而已 把那個肉丸子換成豬腳 然後沖青麵換成我們台灣的 餐廳麵線 其實我們要溫故知識 要與時俱進就是說 現在已經開始跟國際的飲食接軌 真的 我們就要把國際的食材 跟台灣的傳統食材 做一個非常好的一個mix 就好像一個DJ一樣 要放歌的時候要接歌 要怎麼樣把它mix在一起 非常好 OK 我們現在把它放進烤箱裡面烤 好的 好 一般的你的烤箱上面都有標示 到底幾分鐘 因為每一個烤箱 它能夠輸出的瓦數不同 對 所以你大概就它有放烤的 有焗烤的 它有盒子上面有寫的 你就把它轉到那裡去OK啦 而且重點是它裡面食材 都是熟的嘛 所以你只要看到那個乳酪 已經開始融入了 應該就砍熄了 應該就OK 好 好漂亮喔 我覺得 對不起 我覺得有點辣場 我覺得我在這方面 我自己替我自己抽一點分數 因為我覺得呢 應該才燙一點點的花椰菜 然後呢最後把它放在上面 或是一點紅椒 然後它的色香味俱全 我在這邊我承認 我自己在這方面的一個失誤 你是不是有剛好 我決定再來一次這個 你是不是有朋友大肆報 Cue說伊莉要罵你對不對 對 我們沒台詞罵你 對 伊莉這道這樣子 我是覺得小馬哥 這是創意100分 因為這道我是從來沒有 在別的節目當中看過 可是營養成分如何 其實你看它每一個手法 都是中西合併 中西合併 它每一道手法都是 那確實你可以學 那個義大利麵焗烤焦 它裡面不是都放花椰菜嗎 對 然後或者是說放一些青椒 或剛剛提到那個 其實有的人會放菇類 放那個菇類也可以 所以其實如果沒有來不及 譬如說你已經做好了 那你可以 那反而我覺得這樣子會比較健康 那確實你可以學 那個義大利麵焗烤焦 它裡面不是都放花椰菜嗎 對 然後或者是說放一些青椒 或剛剛提到那個 其實有的人會放菇類 放那個菇類也可以 對 所以其實如果沒有來不及 譬如說你已經做好了 那你可以弄一盤生菜沙拉 那反而我覺得這樣子會比較健康 好 OK 所以它也是健康的部分 其實也OK啦 因為如果是小朋友的話 其實這道菜我當初在想的時候 我覺得倒是適合一種人 因為過年不是每個人都是在 初一到初五放假 所以這時候 對 確實你會剩下一些 譬如說在醫院的護士 值班的 對 值班的 然後犒賞一下自己 然後他開始可能初五開始才開始 他真正要放假的開始 然後家裡就開始剩下這些東西了 我覺得端出這道料理 他會覺得很暖心 因為覺得說前面都是別人在過年 可是後面就是我自己過年的時候 我可以吃這個 家裡可以幫他準備這一道 謝謝 講得很好 而且我覺得小馬哥這一道 其實也滿有創意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初一到初五 我們都是大魚大肉 而且都是中式料理 已經有點膩了 你來點西式的加在裡面 又巴薩米克醋 我非常想要吃吃看這一道 不過呢 今天我覺得很開心的是呢 我跟怡婷又有投票權囉 所以今天是我跟怡婷要來投票 究竟可彤的 絲瓜豬腳麵線 要來PK小馬哥的 2017愛的主題曲 誰會獲勝呢 馬上支持 YA 到了試吃時間了 而且我今天跟怡婷有投票權 那就先來吃吃 可彤的這道料理 好 我已經很貼心的幫大家切開了 YA 開動 開動 一人四分之一 絲瓜豬腳 要一起吃 一起吃 一起吃 我好喜歡 因為我喜歡絲瓜的清爽 對 而且麵線變得比較有甜味對不對 而且我真的完全不鹹耶 不鹹的 變甜的 完全不鹹 變甜甜的 完蛋了 完蛋了 而且水分好高喔 勁敵 而且重點是 我覺得女生會喜歡 會完整 不是 連我都喜歡 我比你還要講 我嚇到了 我嚇到了 好吃吧 我嚇到了 這個組合其實也很有創意啊 沒有 因為我本身愛吃絲瓜 而且絲瓜是非常非常低熱量的 對 水分很高 所以它算是減肥的剩餅 對 而且如果是用中醫的角度來看的話 因為絲瓜可能比較偏涼 所以剛剛可同在處理豬腳的時候 有用蒜 蒜啊 然後薑八角下去 還有麻油 主要是麻油 麻油是麻油 然後絲瓜涼剛好中和起來 剛剛好 所以你是中西合併 它也算是啊 就是 罩跟冷 對 合併 所以變得溫的 而且重點是我覺得是絲瓜搭麵線 本來就很搭 然後最後再用一點點上面QQ的 有嚼勁富含膠質的那個豬腳 去提它的那個味道 Perfect 我覺得非常好吃 這一道我非常推薦說 大家說我現在家裡還有剩提湯了 不要再等 還在等什麼 晚上就做這一道了啦 媽媽只要去買個蘇瓜 家裡不定會有麵線 還有提湯嘛 然後就可以做這一道 又很甜 小馬哥緊張囉 我們來吃吃 但這一道我真的滿期待的 我們來試試看 沒有 我都期待了 因為這個 給焗烤對不對 我把它每一個人都分配到 有一個焗烤的步驟跟麵線 還有有豬腳 而且你看 我剛剛那個湯匙一下去的時候 就有啪啪啪沒有汁汁 對… 它烤得好漂亮 顏色好漂亮 好美喔 創意就是要大膽 對 大膽 然後嘗試之後 不好吃我們再改嘛 對… 我還不是這麼說吧 你今天都知道來 你自己都沒有吃過 有啦… 有喔 這樣會太小塊 不會… 要不要再分你一點 我跟你講 搞不好你們今天吃完之後呢 又有意想不到的結局出現 好 來… 所以我們要一起吃對不對 對… 吃也要一口啊 好香喔 好吃耶 我覺得也滿好吃的 真的很好吃耶 我有嚇到 我覺得我的就是很清爽 真的嗎 真的比較有味道 我覺得吃起來總有披薩的感覺 對啊 而且它的奶油其實沒有很重 然後它的醋其實香香的耶 對 我覺得家裡有小朋友 一定會愛這一道 小朋友愛這一道 很好吃 真的我們人很好吃 真的要謙卑…再謙卑 不是 因為醋子跟豬腳 完全沒有違和感 對 我真的覺得好險 變成披薩豬腳 因為我覺得不會難吃 然後呢 不是不難吃是好吃 好吃 我覺得喔 好吃 可彤呢也很可取 它這個料理的方式 你這樣講好像是你自己的一樣 我在懷孕 我們這樣可彤好像也很可取 沒有 就是說我覺得做菜是要好玩 而且真的要 人要多有想像力 我覺得人一定要有想像力 然後就是去創造一些新的東西 好不好 沒有 原本我覺得小馬哥這一道 我抱持著 我能夠吃越少越好 因為第一個 它感覺熱量比較高 來 妳再也吃一塊對不對 對 但是吃完之後 我是真的還滿想要吃第二塊的 真的啦 不過小馬哥好吃的 而且我覺得吃這一道 要跟那個起司 跟那個豬腳同時 吃 那個嚼勁才夠味 沒有 它那個油脂跑出來之後 那個起司會更香 而且重點它起司是有點脆脆 然後它豬腳是QQ的 對 所以它的那個起司 跟那個豬腳 一口咬下去的時候是脆 然後Q 然後下面麵線是軟軟的 最主要 我覺得很棒 我真的覺得那個巴薩米克醋 給我很大的加分 還有你們真的 如果說喝酒的人 不要排斥 因為酒是拿來入菜的 尤其今天這個節目的時段 當然不多提酒 但是我們做菜不是有米酒嗎 紅酒拿來做菜的時候 其實真的會有帶一點酒香氣 它是葡萄發酵的 所以我覺得非常好 大家可以嘗試一下 好 那小馬哥你跟大家聊聊 就是聽說你之前去蜜魯出了一個外景 然後聽說 季御很恐怖的 驚魂祭 驚魂祭 怎麼樣 有一年我到蜜魯 然後我到了一個城市叫Ikido Ikido Ikido 就是你去哪 Ikido 他去哪裡 然後到Ikido的時候 我們那天要探訪的行程 是要到亞馬遜殼去找那個賣魚 整天的行程下來 哇 非常的收穫很多 然後準備要回程的時候 你看天色越來越晚了 然後就看到碼頭燈火開始亮了起來 我們覺得說應該快要上岸了 而且就要跨面 好興奮 對 然後突然間就聽到那個船字這樣 我就走了 那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 沒有 你知道我們就停在亞馬遜殼的中間 不知道哪一個沙洲的旁邊 然後就沒有油了 好浪漫喔 就眼看到那個燈火藍山處就加了 看夜景了 你知道 亞馬遜殼耶 好浪漫喔 什麼好浪漫 亞馬遜殼晚上入夜的時候呢 因為很冷 很冷之外呢 而且它的蟲蟲非常的多 那天晚上的時候 肚子就不會餓了啊 對 自從耶 他嘴巴張開 而且我自從那天晚上之後 我手都越來越長 對 不是這樣的 就是我那時候就想要怎麼辦 因為我們就很 蟲蟲一直攻擊我們 然後趕快打電話叫人家送汽油過來 但為什麼叫驚恐人機 因為你送汽油過來的時候 聯絡當地的人 終於有人願意開船過來 拯救我們 帶了汽油要過來 可是當他出來的時候 買到油要出來的時候 天色已經暗了 暗的時候就想想看 有一個人從燈火藍山處的碼頭 開著他的船 到了一個亞馬遜可流域裡頭 一片7K 根本找不到我們在哪裡 我們唯一剩下的燈光是手燈 攝影機的手燈 然後手燈又一直拍了一整天下來之後 到黃昏之後一直在用 然後我們講說那怎麼辦 就用打暗號 用模式平台 然後那個遠方就一直跟我們 用無線電帶通話 我們有知道了 12點鐘方向 慢慢過來了 但是那個沙洲 每一條流域有太多的沙洲 所以他只要走錯一個流域之後 他就到另外一邊去了 好可怕 你根本找不到我們 然後當地的台商就跟我們講說 我覺得我們先找個沙洲 先停泊下來 就把船靠在沙洲旁邊 然後就跟我們預告說 因為蟲蟲多到不行 他說如果真的船找不到我們的話 我必須要帶你們上到沙洲去 要挖洞把人埋在裡面 然後拿那個蟲尾 有那個管的地方 然後在裡面這樣呼吸 他說不然你們會不會 蟲蟲攻擊到死掉 為什麼呢 當天我們所有人的袖子 拉到不行再拉 脖子所有都拉到不行再拉 但蟲蟲太多 對 我當時瞬間拿了一台照相機 拍下一張史無前例 後無來者的照片 你手機還是在 真的各位 各位 好誇張喔 我當時瞬間拿了一台照相機 拍下一張史無前例 後無來者的照片 你手機還是在 真的各位 手機還是相機 各位 好誇張喔 這是什麼 面線是不是 花光的面線 這什麼 各位 當天在一片漆黑之下 我用閃光燈 閃下來的畫面 就是蚊蟲的脫影 好可怕 好多喔 蚊蟲翅膀身後 尾巴的地方的脫影 對… 脫影 然後我拍下來之後 我就覺得 這根本就是一個藝術品 然後我就 天啊 因為在那天我們每個人 就是腫得跟苦瓜一樣 對 後來終於好不容易等了 大概三四個小時 那個船隻慢慢靠近我們 我就覺得我們得救了 然後呢 那天也沒有辦法跨年 因為一回到Ikido 回到城市裡面的時候 每個人的第一個事情 就要送到醫院去急診 對… 因為我們 真的 我跟你講 整個跟苦瓜一樣 你只要有肉的地方 都跟苦瓜一樣 然後到醫院去的時候 那醫生就在笑 因為我們是外來人 他說 因為一定是亞馬遜和流域去盯了 那也不知道 他的蚊蟲是什麼蟲 你能看出來他什麼蟲嗎 告訴我 就在許浩平過來 他都不知道 對不對 他不知道是什麼蟲 我收回一句話 你可以嘴巴張開 拿出一件事 對 真的 然後最主要是 最可怕的驚魂劑 不是說得救這樣就算了 對 最可怕是最後那一次 最後那一針 因為他們的針頭是玻璃針頭 他是沒有換的喔 對 是打完你之後 消毒之後再打下一個 你看有多可怕 那個如果感染什麼病的話 你玩就不就完了嗎 對 還好感謝主 對 我上帝有保護我 所以我當天就是 打完之後再半個小時 我們這個 就消掉了 對 就退掉 然後才能好好的誇一對 好可憐 那個真的是 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個事情 你們應該也不太會遇到 這樣子的事 對啊 誰要去亞馬遜 所以你這條片真的是撿回來 馬西平來都不知道這什麼蟲 我跟你講 什麼 你不要有評知道 對… 好 最後呢 好不容易我跟怡璃手上握 有一人一張票 我們要來投 好緊張喔 這個用豬腳麵線來做料理 到底我們今天誰會獲勝呢 我們數一二才一起投票 好 好 1 2 3 來 剛剛不是說這個很好吃 剛剛不是頭頭在說又健康又好吃 不是 我覺得可同的 不要因為他講個蟲的故事 就給他分吧 對 因為我覺得他人生太悲慘了 他真的很需要吃豬腳麵線 壓壓雞 對 我要來講講看 為什麼我會投給小馬哥 原因是因為我覺得 原本我預想當中 他這道料理應該是 就只有創意 沒有好吃 結果後來我吃到第一口之後 我竟然會想要再吃第二盤 所以我覺得他那一道料理 吃起來是很有層次的 然後口感也很不一樣 有脆的 有Q的 又有軟的 對 真的是他巴薩米克醋加得真好 雖然可同這道也很好吃 我覺得可同那道 量價值真的很高 說實在如果開始要減肥 可以用那一道 對 但是因為那一道還是跳脫不了 中式料理 就是有點像是我們平常過年會吃的 是 但我覺得今年要過不一樣的年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一道 真的可以學起來 這個我覺得全家大小小朋友 一定會很愛 是沒錯 但是就是 我們本來一天要走一萬步 這個可能要走三萬步 三萬步或三萬步 對 三三步嘛 好啦 對不對 台北市風景多好 而且重點是你就是秘魯金魂祭 所以要吃那個豬角麵線鴨 наж旁 鴨 най� pani 好不好 最後大年初七 來說個吉祥話吧 我要祝大家基年有一個 激情的年 還不錯 多激情 有創意 好 那因為 因為是基年嘛 那我是基督徒嘛 對不對 所以我祝福大家 在新的一年 激年 神愛 兩個都很有創意 中心的平日 中心的平日 雖然已經大年初七了 但是大家已經要上班了 不過該減的肥還是要減 然後該認真收心上班的 還是要認真收心上班 希望大家今年都可以順順利利 一路我們就吃吃喝喝一道 出十五吧 拜拜 恭喜大家新年快樂